另外,有一個姊妹,早前問了一個問題 在這裏我會再回答 有一個人在教會中說 基督徒一定要有政治立場 如果沒有政治立場,就不能做基督徒 這個說法真是很有問題的 因為聖經從來沒有這麼說過 而耶穌和仕徒的侍奉都沒有說政治 他們沒有說羅馬帝國和羅馬帝國對抗 或者說要改革政府,是沒有這件事的 但是為什麼在舊約裡面有說先知,向那些王說話呢? 因為舊約是神的國,是神治的國家 他們是應該跟從神的 所以舊約那些王都是神選立的 在猶大國,當然就是從大衛的後裔 而在以色列國也是神去叫一些先知去選立哪一個 高立哪一個做王的 所以他們兩個,北國和南國,因為初初是一個國家 但是後來分裂了為北國 北國就是以色列,南國就是猶大 都是神治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神是會跟王說話的 但這件事今天已經不再是這樣的了 今天這個世界已經不是跟從神的世界 所以基督徒 首先我們說耶穌,耶穌和仕徒 都沒有這個使命去改革羅馬帝國 他們沒有這個使命去 跟羅馬帝國說話叫他們改變的 他們的使命就是傳人福音 所以我們由這個榜樣,我們知道基督徒並沒有責任去 一定要參與政治,不過基督徒是可以個人地參與政治 個人地參與政治的時候呢 我都說一些立場就是說 我們不要把教會拉到水 為什麼呢?因為有些人就會這樣的 譬如他是教會領袖 他就叫整個教會有了教會的名字 那就去做一些抗議行動 或者政治立場的看法 我就覺得他個人就可以了 就不要找到教會了 因為當他牽涉到教會的時候 就有一個後果 就有些人 因為人的政治立場有些人就說對 有些人說錯 因為全世界 其實我可以這樣說的 全世界的政府 都有他好和不好的地方 當然有些國家好的地方就少得不得了 那麼 有不同的人都會有不同的原因 就是支持哪一個政權 有些人就反對某一個政權 就是凡是政治立場是沒有絕對的 就是不能夠說 這個政府就對了 那個政府就錯了 當然有些政府是錯的程度比較多的 但是這個很多時候人未必會接受 當我們用教會的名義去推行政治的時候 有一個後果 就是人就會說這個教會是屬於哪一邊的政治的看法 而帶來什麼後果呢 那個後果就是 有些人會因此來攻擊教會的 就說教會是屬於哪一個看法 政治什麼看法 這對於教會是不利的 就是會令到我們失去某些的 就是人的信任 或者是有時候甚至 有時候甚至會 就是政府會有行動 對付教會有些的政治行動 就是我們要小心就是 我們的行動就不要影響到教會傳導 因為教會主要是傳導 教會不是做政治工作的 就不要因為有些的政治的看法 而影響了基督徒的傳導 或者是被人標籤說 這些傳導人呢 他們是什麼政治立場 那就變得難了他們傳呼音了 那這個就是我的看法 還有我覺得有時候有些教會 是被人的看法很強烈 就說有些是這個政治看法 有些是那個政治看法 我覺得根本在港台上是不應該說政治的 如果有人想 比如對於政治看法 想了解多些 他是可以從這個世上的媒體 或者資訊去了解 那傳導人個人地可以跟別人說的 就是譬如他判斷到這些 如果傳導人呢 我覺得是應該很客觀的 就是說 我看到這些東西 我看到那些東西 那你自己判斷 就不是push人去推人 一定要行什麼政治的立場 那我們做這些的時候是個人的 就不是用教會名言 那這個是我覺得 為了保存基督徒傳導的自由 還有有些情況之下 當人有表態政治呢 是會影響他宣教的 就是有些國家他不能進入 那這個是我們 我們有智慧去判斷 那我也是這樣說 基督徒是有權自己行使政治的立場的 他可以作為一個公民 他可以做他應該他想做的事情 不過這個呢 就真的要判斷 因為每一邊都有人說 他對還是錯的 那我們 有人說 啊這邊好像比較適合 那這個真是一個個人的判斷 也都會因為這樣而判斷某些人 因為有些人 人的政治立場是很難改變的 是很難很難改變 另一點呢 就是現在這個傳媒呢 是將人的政治和任何看法呢 極端化的 那我解釋一下這件事 那這件事 那這件事我們知道 都是有這個知識是好的 在以前呢 那些媒體還沒有這麼廣傳的時候 人的政治看法 和對於很多的看法呢 是沒有這麼強烈 和偏向一邊的 那現在為什麼會強烈和偏向一邊呢 就是因為媒體呢 他為了爭取更多的收視率 那他發覺有些人是支持某一個政治看法 我用A、B 就是我不用什麼顏色 譬如有人是支持A的 當YouTube或者其他的媒體 知道他是喜歡看A 他就會把很多A的資訊給他 那他又不會把B的那些資訊 和說出A的問題 告訴他 他不知道的 他經常收到A的資訊是怎樣的 那他就會覺得 他是很對的 他越看他越覺得自己對的 他越覺得對方是錯的 還有呢 也有些是 有些媒體會播放仇恨的 他會播放仇恨 又說對方那些人怎麼蠢啊 怎麼說謊 怎麼騙人啊 但是呢 對於A的那些就完全沒有說的 那這個就是 令到人是偏向於那個越來越強烈 那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呢 就是那個政治對立很強 還有那個仇恨很強啊 就是呢 一個政治看法 比如A的政治看法 對於B的政治看法的人呢 是有仇恨的觀念的 那所以 我聽過有人這樣說 有一個女兒呢 她是有一個政治立場 她就要她媽媽呢 去買東西呢 都不要去買另一個政治立場的店 那些店買東西 是完全呢 要買她支持的政治立場的店 那麼呢 那這個媽媽真的覺得很搞笑 我買菜都要給你影響 我怎麼去分辨呢 這些就是我買菜 因為我方便 我不是經常要看著政治立場 那這樣 就是有些人那個政治立場 去到一個位置呢 是非常之偏激 不是呢 經常都充滿仇恨 而基督徒呢 充滿仇恨 是影響我們的屬靈生命的 影響我們 跟神的關係 和發揮生命的 有些人因此就會變成 不去發揮生命 不去傳呼音 不去建立靈命 不去關心教會 甚至有些人說 教會是這樣的政治立場 所以我就不回教會了 就是有時候有些人 是直接不回教會 那這個也是一個 非常之不好的情況 那我就覺得 現在這個世界呢 就是將這個政治立場 變成了 成為一種對立的情況 是造成很多問題 那除了政治呢 其他看法都一樣的 那譬如有一個看法呢 就是說 這個地球平 是平的 不是圓的 那地球圓 其實有很多很多支持的 不過支持地球平的人 是很多 是很多的 當他們看開地球平呢 他們經常收到的資訊 都是說地球平的 那他們就會不斷收到訊息 它就越來越強烈的 那其實這個世界 是很多奇形怪狀的 的看法呢 是在這個世界傳播著的 那也有很多人支持 某一方面的 那些異端也是的 有時候有些異端呢 因為我最近就看了一個 一個真是 信仰上很有問題的一個 一個牧師 那他在網上發佈很多的訊息 那我發覺他 那些訊息慢慢地彈出來 那我就想了解一下這個人 到底是怎樣 那我去用聖經去分辨 就發覺他很有問題 就... YouTube 又以為我支持他 但是其實我去看他的影片 我全部都是... 按了個 thumb down 的 就是手指弓向下的 全部都是說他有問題的 那但是呢 YouTube 依然把他的影片傳給我 那我就... 我會... 就是我已經知道他的看法 以及我也看到不同的人評論 關於他的... 沒有跟從聖經的部分 那我就不再看了 我看夠我就知道了 那有時候有人問我的時候 我就可以回答他 就是... 當我知道有些事情的時候 我都會知道 為了作為牧師 我可以幫助其他人去分辨 那所以希望大家都在這個時代 對於... 尤其對於宗教那方面 有些... 哪些是純正的真理 哪些不是純正的真理 哪些的教導是有問題的 我們需要分辨清楚 以及哪些是可以製造危機的 我們需要分辨清楚 以致我們不被這些異教影響 不被一些錯誤的教導影響 那譬如有些我聽 也有很多人說的 有些人只是否認保羅 他說保羅呢 就是... 就是說的是錯誤的 所以他的聖經呢 就只有... 只有福音書而已 沒有保羅的新的聖經 沒有保羅的新的聖經 有舊日和福音書而已 那有些人呢 有另一個極端 就說保羅才對的 福音書呢 就只是向猶太人說的 那又是有問題的 總之呢 古靈禎貴什麼 什麼教導都走出來 也有時候有些 那個點擊率好像很高 但其實點擊率是非常之不可靠 為什麼呢 因為他可以聘請一些人 或者有些人就自願性 是天天和他讀 天天和他看 他的點擊率是可以去到很高很高 但不在於他真的有這麼多人接受他的 OK 好 我以上講了對於政治 和現在這個時代的傳媒 對我們的影響 大家有沒有什麼回應呢 我的重點都是我們主要 基督徒的責任是全人福音 建立靈命 建立教會 宣教 把福音傳遍普天下 我們的責任不是去 在政治方面 但是我們可以有政治立場 這個是個人的政治立場 而有政治立場的時候 都不要忘記全人福音 和建立靈命 和宣教 宣教呢 有些人去不到宣教 他可以支持宣教 為宣教祖告 好 有沒有人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一起祈禱 OK 我們一起祈禱 主祝福我們 首先第一點就是 用聖經分辨任何的教導 因為 因為起初有個人 問到這個問題 關於政治 有個人說到 基督徒一定有政治的時候 他第一個反應 哎呀我都不是有政治立場 我第一個反應 應該是 到底他講的 是不是合符聖經 不是第一點就是 哎呀他說 每個基督徒都有政治立場 我沒有啊 我們是不需要 被人講的說話影響 我們第一分辨他講的說話 是不是合符聖經 我們看看耶穌 他是否去攻擊羅馬帝國 他主要是做什麼 我們要分辨這件事 OK 好 我們就是用聖經分辨 是 有些人說狗可以上天堂 我都應該怎麼說 有些人說狗可以上天堂 OK 羅馬書八章 那裡有講到 受造之物都探飾勞苦 然後他們等候 分享神兒女自由的榮耀 所以這個經文是講到 受造之物都能夠享受 神兒女的自由榮耀 這個就是說他們都是有份的 不過到底有多少生物有份呢 這件事我們就知道了 我現在把這個經文讀給大家聽 羅馬書八章 二十節開始 因為受造之物伏在虛空之下 不是自己願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核制 得享神兒女自由的榮耀 這一點是最重要的 受造之物 我再講一個經文 受造之物 在虛空之下 羅馬書八章二十節 不是自己想的 他在虛空之下 即是他們都是受身體的弱束 他會衰老 會弱 會病 那就不是他自己想的 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其實動物和人都一樣的 他們都是受一個衰老的限制 和他們有各樣的勞苦 但是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核制 他們都希望脫 其實這個指望 中文翻譯也不好 原文是will 將會 將會脫離敗壞的核制 即是這個敗壞 我們人和動物都會敗壞 都會老病 死亡 這個核制 然後得享神兒女自由的榮耀 即是說能夠享受神的兒女 將來有的自由的榮耀 我們會有這個自由 和有神的榮耀 這樣的時候 這個就說到不僅是脫離敗壞的核制 脫離敗壞的核制可以是死了消失了 也可以是脫離敗壞的核制 但享受神兒女自由的榮耀 就是享受神 賜給基督徒將來有的享受的榮耀 所以這裡是告訴我們 生物將來都會和我們一起享受神的榮耀 但是到底有多少動物 多少生物 我們不知道 譬如我自己也會想 因為我以前是讀生物學的 那麼蟑螂、烏鷹、蚊 將來在新天身地有沒有呢? 還是沒有呢? 因為他們在新天身地 就會很乖很聽話 我不知道 我只是說不知道 是不是一隻隻狗都去到天堂呢? 我不知道 那麼 有些生物 蛇會不會在那裡呢? 我不知道 我只是說 聖經有這麼說 但是到底有多少種生物呢? 這個我們不需要判斷 因為到時我們會發現 這些不是重要的教義 但是生物是可以享受 這句 享受 神兒女自由的榮耀 是告訴我們 他們都會有份的 OK 回答了你沒有? 回答了 多謝牧師 好 那這些都是我們看聖經的時候 都去思考 就是說 去思考 這個經文會帶來什麼的 就是後果呢 會帶來什麼教導 我們都會分辨 當我們分辨到的時候 尤其有時候我們面對一些問題 我們就 首先由我們所記得的經文去搜索 到底有什麼經文支持 還有可以由聖經工具 今天 查聖經 用聖經工具 真的跟以前很不同 我起初的時候 就算那時候我還不是做律師 我也有這個心去研究聖經 那我就 就把那些經文 用手寫 那時候我用了一本 叫聖經類編 就是他將聖經 有不同的詞 譬如聖靈 他就把那些經文寫出來 但是很短的 每一句可能寫十幾個字 就 就會看到 這個詞 聖靈充滿 在聖經哪裡出現 那我就會揭聖經 我看一下哪裡是想揭的 但是 跟今天是很不同的 今天我可以 上網那些工具 如果大家不知道 你可以問我的 上網那些工具 我可以將 搜尋 某個字 譬如聖靈充滿 一搜尋 立即出現 還有我可以選擇 highlight 就是將它變粗體 或者underline 就是底線 是怎樣可以 將它顯示出來 我可以將 譬如聖靈充滿 全部顯示出來 或者是 有些其他的字眼 譬如說到 四年充滿的時候 如果是 跟保羅有關的人 我就找一下保羅 然後 就在經文裡面 有沒有說到保羅的 或者說到試圖的 或者某些詞語相關的 那麼 我都會去 搜尋 在那個文件 立即會顯示 哪些是 有highlight 那我就會 就是有highlight 就是有 粗體 或者underline 有底線 就讓我容易找到 那這個是 現在有的工具 所以我有其中一個 在我電腦裡面 就是一個 資料夾 就是裡面 有一些我搜尋過的 一些資料 而我 當我搜尋得多的時候 我的腦都記得很多 經文 所以有時候 有些人問我 某一個聖經問題 我即時在腦裡面搜尋 那我會 可以 很多時候 都能夠即時回答到 因為我是 從聖經去回答 也有些 我不知道 我會立即上網搜尋 希望大家都有這個習慣 去從聖經尋找真理 那將來 有一天 在大壁白的時候 大災難的時候 根本我們 未必有牧師在周圍 我們就需要去尋找 從聖經 那時候有沒有聖經都不知道 就是從我們記得的聖經 在那時候 也有很多假教導 現在也有很多假教導 我也認識到有些人 受到一些影響 其中一個假教導 真是很搞笑的 就是這個 叫做 什麼現象 我現在就不記得 他就說 曼德拉後應 曼德拉後應 他就說 曼德拉 就是 很多人傳說 他某個時候死 但其實他不是那時候死 他遲些才死 但有些人 就 覺得 在網上看到很多 說他已經死了 但其實他沒有死 還沒有死 還沒有死 後來才死 那麼 他們就 他們有個理論 就是這樣的 他說 他就沒有說到什麼原因 但是 暗示 就是魔鬼有這個能力 將這個世界上 很多事情都改變了 那麼 而影響我們 就是把聖經都改變了 但是他鋪掉那些經文 他們全部都是 找那些人 不懂得聖經的人 來去 就是說 他就說聖經本來不是這樣說的 譬如 有一個經文 很多人都會 講那個經文的時候 是不是照原文說的 不是照原來中文的翻譯本 那個原文 中文的翻譯本是什麼呢 你們與不信的 緣不相配 但是他們就會說 信與不信 就是原不相配 這個就是很多人說的 信與不信 原不相配 但是 聖經是說 你們與不信的 原不相配 那麼他們就會說 你看看 魔鬼將聖經都改了 改了做 你們與不信的 原不相配 那麼 他說 本來就是 信與不信 那些人每個人都記得是信與不信 但是其實那些人不是記得 信與不信 而是他們口頭禪 講習慣了信與不信 原不相配 那麼有些人就說 聖經現在被魔鬼改了 那麼 有很多這些說法 那麼 他的推廣是什麼呢 他就說 叫那些人 你不要再信你的聖經了 你要信你 記得以前的聖經 你不要信現在的聖經 你看聖經都不行的 因為你看聖經 你會看到很多魔鬼擺內的意念 那麼 這個真的 是一個非常有問題的 的教導 而這個人呢 就說他自己是基督徒 他說他是基督徒 那麼 但是他叫人 你不要再看聖經了 就真的 我認識有人 是 他是真的跟了他的教導 跟他說極都沒有用 他講極 他都是不想看聖經 那麼 他就說聖經已經不可信的了 這個真的很搞笑 那麼他的意思呢 直接連古卷都改了 就是魔鬼連古卷都改了 神會不會給魔鬼 有這個權幣 連古卷都改了 還有呢 任何地方有些作石啊 有些什麼書啊 全部的經文全部都改了 那麼 這個真的非常搞笑的 就是很離譜 將魔鬼的權力提升到很高的程度 但是有很多人相信他的 他們經常在網上都說話的 那麼我都沒有時間去看的了 不過 我稍微有些人傳過給我看 我就看到 原來有些 這麼奇怪的觀念都有人相信 所以耶穌都一早就說了 就是在末世的時候 很多人認造基督 也很多人是假的教師 求子保守我們的信仰 是從聖經去分辨 什麼都是從聖經分辨 就不是用人說的話 還有很多人相信我們就跟從 是從用聖經去分辨的 而事實上呢 譬如說到災前秘題 很多人都說災前秘題 但其實沒有聖經支持 但是很多人都跟從的 如果你有興趣 我有個文件 我會很詳細分析這件事 其實呢 中文的比較少人去反對災前秘題 但是英文就很多 很多人就用聖經去說 根本呢 聖經不支持的 那麼英文就比較多回應 這個災前秘題 因為災前秘題 一到大災難 我們就全部自動消失的 那些基督徒 那些基督徒就不用預備 將來大災難的 那這個是一個很有問題的教徒 因為將來 當他們要面對大災難的時候 有很多基督徒會站不穩 所以聖經講到 將來很多人跌倒 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戶 就是說他們會 他們會陷害和恨戶 是直接離開了神的 是會傷害其他基督徒 出賣其他基督徒的 好 那我們一起祈禱一下 親愛天父 我們多謝你 大家可以站在這裡放鬆的人 多謝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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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聖經給我們 聖經裡面有真理 有告訴我們 我們應該怎樣認識神 信靠神 跟從神 求主幫助我們走在神的路上 不要被人的異教之風影響 被這些世界的很多不同的教導影響 以至飄來飄去 隨從世上的風俗 求主幫助我們 跟從聖經的話語 用聖經判斷我們 所有做的一切 我們的行為 求主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神你是滿有恩典慈愛的 有神萬事足 有耶穌掌管一切 我們不需要擔心 不需要憂慮 感謝天父 讚美天父 榮耀重贊歸比天父 我們願意將身在獻上當作活際 完全聽你的說話 遵從你 是最美好的 跟從聖經是最好的 我們的信仰完全合乎 聖經是最好的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我們願意全心跟從你 全心全意聽你的說話 愛你全陽福音 建立人的靈命 去支持宣教 或者參與宣教 求主使用我們的生命 祝福更多人 感謝耶穌 多謝耶穌 耶穌真好 主耶穌你是掌權的 我們不需要受人的影響 求主幫助我們心裡 深信神的大恩大愛 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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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已經得勝 哈哈哈 哈利路亞 主耶穌,感謝你 讚美你 神,你是完全得勝的 完全作王作主的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感謝耶穌,感謝耶穌 祈祷,奉主耶穌,聖命阿門 好,主祝福大家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多謝牧師的教導 很好 我想要你那個文件 你說是可以做翻譯 解釋 可以清楚些 聖經裡面的知識 謝謝牧師 可不可以發一份給我呢 你一說 你一說是搜索的工具 還是說原文那個 是哪一個呢 我想要一個搜索的工具 搜索工具 其實在網上一找就已經有了 不過我可以傳給你的 一個是群組傳 一個是搜索 一個是列出 這個是和合本的 也在網上有其他的 不是和合本的 其他的譯本 也有原文的 如果大家懂英文的 可以看原文 對英文的對照 就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